斗魄 指无上之境 第168集 这里是一个山谷 谷中央树立着一块近十米高的石碑 石碑很是残破 上面布满了岁月的斑驳 远古的气息在旗上流动 因为常年不见阳光的远古 谷内阴风呼啸 隐隐绰绰 到处都是的枯骨堆尖 有着一道道朦胧的鬼影 在无意识地飘动 非常虚淡 但石碑周围却没有任何鬼影敢靠近 似乎这石碑有着什么辟邪之力 唉 看来又避免不了一场恶斗啊 岳少龙感慨到 抽出了双刺 看来怨灵之祖的阴影 在他心中尚未消除 不用紧张 这些只是无主怨灵 尚未诞生意识 不会攻击人的 萧炎出生 阻止了岳少龙的举动 凭借怨灵之祖的感应 萧炎对怨灵的理解 比之以前不知道深刻了多少 只是有一点 萧炎想不明白 远古遗留之地的怨灵 经过了数不清的岁月 竟然还没形成自己的意识 难道是面前这块石碑的原因吗 萧炎猜测间 石碑之上 竟然飘荡起一行字来 字烙印虚空 看着字体 明显与神庙之外的字 出自同一人之手 老夫当年在此地获得机缘 如今即将离去 或许回归无日 特务归原地 留之有缘者 而等能看到老夫流言 必是已经通过前两关考验 第一关 感恩 第二关 勇气 恭喜你们有着强者之心的基础 以后的路 或许会走得更远 接下来 是第三关考验 也是 最后一关考验 希望你们能成为真正的有缘之人 获慈大机缘 珍妮说得没错 神庙主人并没有害人之心 仅仅是要考验有缘者的勇气 硝烟四人看完这段话 感觉离机缘如此之近 甚至唾手可得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眼神中再也保持不了镇定了 前面两关考验 硝烟众人都是无意中闯过 第一关考验的是为人 只要光明磊落之人 均可轻易度过 第二关考验的是勇气 历经无数次血战的众人 自然也不缺乏勇气 所以也不难 如此看来 第三关考验 应该也不会太难 此机缘似乎如囊中之物 近在眼前了 可是当神庙主人的话音落完 众人都傻眼了 既然是有缘之人 那么一切皆靠缘分 所以 第三关考的是一个原字 靠 孝战忍不住抱粗口了 这算什么考验呢 说到底还不是纯粹讲运气 既然如此 前面两关岂不是站在河岸捞月亮 白费劲吗 看出了孝战内心憋闷 月少龙开口了 看来这位前辈 对缘分很重视啊 但缘分之所致 也要看清心性为人 否则这机缘落在歹人手中 难免会在斗地大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啊 前辈之所想所虑嘛 也不无道理 月少龙的分析合情合理 孝战张了张口 却又反驳不了 憋过头生闷气去了 萧嫣笑了笑 知道孝战为人直爽 只是一时心里郁闷 并非想不通 我们先看看考验的内容吧 萧嫣巧妙拉回话题 给了孝战一个台阶 烙印虚空的字 铁化银钩 苍净有力 在虚空中落下了最后一行 隔止滴血 荣入石碑 血荣者 用尽全力拔除此碑 即可得此机缘 字消散于天地间 众人的心却一下揪紧起来 心脏的跳动 如打鼓一般在胸膛中 如要夺腔而出 毛子中的激动再也压抑不住 纷纷伸出手指 跃跃欲试 道理很简单 运气很重要嘛 一直没有出声的男耳鸣 突然蹦出了一句 概括了此时众人心情的写照 众人一愣直下 纷纷都笑了 紧张的心情也缓解了下来 我先来试试 憋了一肚子气的笑颤 大步向前 手指伸进嘴里用力一咬 鲜血流淌在了石碑上 石碑风化如沙岩 表面坑挖不平 怎么看都不可能 鲜血融不进去啊 孝战满怀信心地等待着 鲜血在石碑上流淌 缓缓地滑了下来 顺着碑身 一直落在地面上 渗进了土里 而石碑上 却一丝血痕都没有 众人无比惊讶地望着这一切 觉得颇不可思议 孝战更是瞪大了眼睛 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 伸手摸了摸背身 依然粗糙无比 手上的汗珠 没有任何阻隔就渗了进去 挠了挠脑袋 孝战不信邪 手指上胃干的血 又一次滴在了上面 孝战还有点不放心 专门挑了个凹陷的地方 竟直接将手指上的血 涂抹了上去 嘴中还喃喃道 我就不信了 抹在上面还能掉下来 众人被孝战的举动 弄得一阵无语 但又不得不承认 孝战这还真是一个办法 坑挖的石碑 怎么看都不可能 让涂抹在上面的血 流下来 就在众人怀疑 神庙主人的考验方式 是不是算漏了 世上竟有孝战 这样无耻的家伙时 事实又一次颠覆了 众人的想法 石碑似乎对血液 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力 孝战涂抹在上面的血 竟然慢慢浮离了石面 又一次掉落在地上 孝战这次彻底傻眼了 站在旁边目瞪口呆 半天没回过神了 我说孝战 从你爆粗口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如今的悲哀 男尔明帅气的脸上 没有太多的表情 但言语上 却不想放过 打击孝战的机会 哼 我就偏不信邪了 孝战憋过脸 懒得理会男尔明 挽起袖子 竟然想直接拔出石碑 气沉丹田 孝战斗气附体 马步稳扎 双手魂爆石碑 猛地向上拔动 孝战的力气 在众人当中 那是当之无愧排在第一位 力达千军 石碑看起来 也不过几百斤左右 孝战觉得应该没有难度 但往往这世上 看似简单的事情 通常都很有可能不太简单 孝战用尽了全力 石碑却毅然不动 仿佛扎根地下 与大地连成了一片 孝战脸色潮红 不甘的情绪 化为更强大的力量 双手扣住石碑底部 身后黄金 孝天虎浮现 庞大的身躯急速收缩 脸上青筋裸露 六星斗地的力量全力催发 双腿硬生生将地面的青石 震成了碎片 石碑在孝战的折腾下 本来没有任何反应 可孝战六星斗地的力量 一爆发 石碑之上 白光骤然亮起 一层极强而又柔和的力量 从石碑的坑坑洼洼中溢了出来 看似极慢 石则很快 瞬间包裹了孝战 孝战六星初阶的力量 在这股力量面前 如全入棉花般无力 整个身躯被远远抛飞 摔在远处的骨堆上 溅起一片骨灰 孝战狼狈地爬了起来 拍去一身的灰 垂头丧气站在一旁 对面前的石碑 再也不敢有小觑之心了 解挨吧 南尔明走过去 拍拍孝战的肩膀 一视同情 我也来试试吧 岳少龙上前 鲜血滴进石碑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中 血液竟然慢慢渗透进了石碑 消失不见了 渗进去了 终于渗进去了 岳少龙的身子 因为过度兴奋而僵住了 片刻后才回过神来 激动无比地跳了起来 双手在空中飞舞 九星斗地的机缘要落在身上 别说跳起来挥舞双手了 就是疯了也值得 众人看着如孩童一般 跳跃雀舞的岳少龙 脸上洋溢满了开心的笑容 诶 赶快拔起石碑 看看到底是什么机缘呢 笑战有些迫不及待 催促着岳少龙快点出手 收敛起激动的心情 岳少龙站至石碑前 深深吸了一口气 五星斗地的实力全力爆发 双手插进石碑与地面的缝隙间 用力一提 风停止了 卷起的枯骨 似乎也停在了半空 众人的呼吸也屏住了 四双眼睛紧张地看着石碑 等待着石碑出土的那一刻 痘气汹涌而出 源源不断灌注在岳少龙的双臂上 风开始动了 卷着的枯骨撞在了石碑上 碎成片落了下来 众人憋得太久的呼吸 也忍不住松动了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来 可那块石碑 还是没有动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 在岳少龙因为用力 而憋得通红的脸色中 还是留在原地 一寸都没有被拔出来 仿佛万千年前 应该就在这里 万千年后 也还是应该在这里 一般的固执 这是怎么回事啊 岳少龙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再次立冠双臂 风刮得更猛了 骨灰飘得更多了 可石碑还是没有半点反应 不是滴血认可就行了吗 岳少龙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他几乎要疯了 双手连连用力 斗气一波接一波地灌住在手臂上 残酷的现实总是让人无法接受 岳少龙沮丧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双拳紧握 无力地垂着地面 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来试试吧 南尔明开口了 既然想不明白为什么 那么何妨再试一试呢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南尔明的鲜血 也渗透了进去 缓缓消失在石碑中 这一幕惊呆了所有的人 岳少龙刷得一下站立了起来 死死盯着鲜血消失的凹险之处 震惊得无与伦比 随后 南尔明也紧张了起来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用尽全力要拔出石碑 但结果与岳少龙一样 这一下大家都懵了 难道是石碑 因为岁月悠久的缘故 出了问题吗 萧炎也走上前来 并指如刀 划出一道口子 将鲜血滴在上面 众人紧张地围着石碑 盯着那趟鲜红的血液 心情复杂地 看着鲜血消失在石碑上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岁月无情 远古遗留下来的物品 难免会发生意外 看来应该是石碑损坏了 孝战下了结论 这个结论下得草率了些 恢复了常态的岳少龙 其分析能力 在四人中是最强的 我与南尔明 还有萧少的血液 都可以渗透 而我和南尔明尝试过 虽然拔不出来 但是至少没有反正力 这至少证明了一点 石碑对我们几个没有排斥 而你呢 血液渗透不进 抑郁拔动石碑 被反阵而飞 这就证明了另外一点 石碑对你本身有排斥 我与萧少身为人族 南尔明身为魔族 你呢身为妖族 人族均衡 魔族重灵魂之力 妖族重身体强度 由此看来 这石碑抗拒蛮力 而倾向接受灵魂之力 所以我们三人能行 而你不行 换言之 神庙主人必定是 人族或者魔族之人 说不定 对妖族还有些惩戒 听着月少龙的分析 萧嫣等三人 觉得合情合理 真相看来就是如此 众人无语地望了一眼孝战 孝战很是委屈地 遍过头 不想再去看那 令人伤心的石碑 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死人中只有老子 被排斥在外 伤心哪 孝战无比地郁闷 我有一事不明 既然只是以溶血 为开启条件 而人魔两族的人 都可以开启 又何来大机缘之说呢 萧嫣不解 提出了疑问 这也正是众人困惑所在 看来我们都被那位前辈忽悠了 溶血只是基础 拔出来才是关键呢 月少龙很是无奈 极其忧怨地望着石碑 神情中透出哭笑不得 月少龙的话 彻底解开了众人的困惑 回想之前的种种 众人不约而同沉默了下去 嘴角有些自嘲 还有些冷笑 只剩萧烧了 月少龙抬头望向萧嫣 眼光中有着期待 但更多的是担心 如果萧嫣也拔不出石碑来 白跑一趟到也罢了 可与九星斗地口中的大机缘石之交臂 怎么说也很不甘心呢 嗯 试试看吧 萧嫣感受到了月少龙眼中的期待 缓步行至石碑前 宁定地看了看石碑 石碑依然是那样残破 但是萧嫣却不敢小觑他 能让三位高阶斗地 都束手无策的东西 他一个三星斗地 又岂敢从外表 去轻易断定了 帖房屁内 优优优 DID